你还站在那儿干吗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再说一遍 在你父亲没来之前 你哪儿都别想去 一个学生 到学校来不穿校服 你想干什么呀 让同学们看看 他穿的这是什么 你这是要到韩国开演唱会吗 赶紧会做个样子 给我坐着 快点 你们这题做得怎么样了 自习课 就是自觉学习的课 你们的父母寒心如虎把你们养大 养到现在为的是什么 盼望你们成龙成凤呢 你已经完全回不去了 实际 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度普通人了 等你回到学校之后 你会发现发生了很大的病 你会俯视身边所有的人 他们都是普通人 而你们 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你们好好想想啊 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吗 对得起你们的终于姐妹吗 对得起老师们吗 对得起你的未来吗 你们的未来就要从现在开始 不管小邪对你做了什么 他都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吧 可是我知道 我的小邪是不会做错事的 如果小邪请你帮忙 我希望你能信任他 奶奶呀 我给你行个礼吧 奶奶 您千万别 千万别 奶奶给你行个礼了 以后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别做 你想干什么 赶紧给我坐下 一个月之前 我生了一场大病 九死一生 但当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我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路死人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我的任何行为 都是在浪费世界 直到我出去看了看这个世界 我发现了 我也有自己的价值 我有不得已邀请家的理由 有一件事情 等着我去走 也只有我能走到 你都胡说些什么呢 老师 就一个月时间 等我回来以后 我一定好好学习 听听像上 谢谢您这下 虽然我挺讨厌您的 但您的确是一个好老师 不让老师发脾气嘛 我男生挺不好的 等我下次回来 给您代表鉴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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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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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快想想办法吧 我实在扛不住了 我还没说完 那你怎么这儿想成这样啊 兄弟 我刚刚在学校 捅了一个大脑子 太刺激了 我为了给你结块地 天天装病在家 落了多少结构都不知道 你去学校上课啊你 到时候你学校也不大了 这什么情况 人家说了 这只是第一车 一会儿还有一车呢 我房间里还有一车的量 一车大概二十个箱子 一共六十来箱吧 来 兄弟 不用继续搬了 怎么个意思啊 东西太多了 我们想把这些东西 运到郊区的仓库里 还得麻烦您再跑一趟 那可不成 我今天又不是 只送你们一单货 我要是送不完 需要被扣钱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家里的东西啊 实在是太多了 您理解一下 那 你们赶紧找个仓库吧 那你们赶紧找个仓库吧 没问题 我说你们这买的 都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大负啊 我说你们这 三四 杯罐头 我们两个是开通宝店的 对吗 你知道卖人家得抽一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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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这 这 这 是酸笋吗 这箱不是酸笋 这箱是道具 做得太逼真了 是不是苏安 对对对 什么道具啊 角色扮演的道具啊 吓着你了吧 我这哥们啊 是一个富二代 今天晚上准备开一个派对 所以才买了这些道具 是吧 对对对 我是富二代 不不不 这是 这是道具 道具 哥们儿 你不会以为 这是真的人手吧 要不这样 到时候我给您一个地址 您直接把货送过去休息 休活我们自己来 您要是送不了没事的 我们可以找别家嘛 就是那个钱 别别别 成 成 成 但是先说好啊 我只负责运 不负责搬啊 没问题 行 别说 pone 马上 你们是从里面来 还不正开始 你在哪儿 人家 你还怎么扣了 你还不被我扣了 我妈妈都过了 什么都过了 他们回来 回去我们 你们有两个都过 公司 我了 你会扣了 你会扣到他 来 最近公司账面这么少 就这点零碎生意 主要现在公司 没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好货 想接大单 还是需要一些稀罕物件 撑撑场面 我不是让你跟李老板 和齐老板去去经贸 他们一样没宝贝 怎么挣的钱 别提他俩了 公司被他们坑得不轻 什么意思 前几天有个人 想买个明代的瓶子 李老板安排咱们公司 去帮忙鉴定 我想 就当有早没早打一杆子 多少是个尽相 结果这次被人给识破了 识破就识破了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老板那边耍赖不承认 还把土贷款给打了 被逼的主坑极了 就一定说这事 是咱们锦上猪主谋的 我们只是帮忙鉴定 为什么成主谋了 李老板人划得很 从头到尾没留下任何字句 结果买主就拿咱们出的 鉴定书说事 还说要举报我们 我怕事情闹大 就私了了这事 我早就跟你说过 要提防他们 这次买教训吧 老板 我不是想 咱们都是九门协会的人吗 从前有困难时 都互相帮助 那是从前 人心不顾 特别是我们女人 做生意更加得小心 不知道这心理的和性急的 又在使什么坏呢 疼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们先下去吧 你现在生意怎么样啊 根本拿不着什么好货 哪有向阳的生意啊 你那边呢 差不多吧 想想当初 咱们九门协会红河那会儿 那是多疯狂啊 江南江北 只要我们一出火 那不是价值连城 它就是千金难求啊 再看看现在 管得也推紧了 知道管得紧你还乱来 谁乱来啦 前阵子你的人 是不是找我的手下 干了一串土豪的办法 你还要找我买卖 那个呀 不是锦上猪的人认倒霉 赔钱摆平了吗 根本没摆平 那土豪找不着咱们的人 把咱们都举报了 不是 货家赔的钱差不多够了呀 他还想怎么着啊 还想怎么着 陪我说 你的手下答案人就跑了 人家能咽得下这口气 你说说你怎么交易手下 这下人家都捅出去了 我看你怎么办 捅呗 又没什么证据 证据这种东西 想找就有 你的手下也真是的 耍赖也不看看人 我又觉得知道这事了 好好好 好的好的 好好好 老李 老李 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你不总说你手眼通天吗 现在就得赶快找到关系 把这事压下去 这霍游雪可说了 要是把他逼急了 他把咱们的事都抖出去 要找到工具 我太不证据了 我只能不能夹 让你不放一架 多四汤 你怎么这么说 我没人家 就要是你 你证据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 难道是天灾 是人为的 我们一路过来 从石头炸裂的痕迹 和树木烧毁的痕迹来看 他们应该是想要开山 炸出什么东西来 他说开山彩石是这片山里的首领干的 这个人身上有腥味 是鲜细的味道 而且功夫不低 那他肯定不是村民 你应该是以兴趣的 那他肯定不是村民 记住 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大家路上小心一点 走吧 算了 打开吧 苏翰 又来一相互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做生意了 让我拆手呗 你笑什么呀 行不行就一句话 这仓库是我租的 这最后一车祸 也是我给你拉的 怎么也得 给我一份吧 给你一份 这份给你 这什么呀 这么凉 最喜欢吃东西班的 手啊 这是 你也穿一手 是 小心 怎么样 都搞定了吧 先把我这队拆了 能不能 自己拆自己的呀 先拆我的吧 我的咱们拆就要臭了 来吧 快点 我数一二三 大家一起开 一二三 干什么 骗子啊你们这是 说好一起开的 不是啊 压力 你说要是手手脚脚的 我还能忍 可是万一拆到那箱装头的 怎么办啊 我实在受不了了 要不那箱装脚的 要不那箱装脚的 那箱装头的你自己拆 那我怎么知道 哪箱是装头的呀 合车不都是我拆吗 那也行啊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算了 我拆吧 我拆吧 不过你们两个 不准走太远 不准走太远 老师 我有特别急的事 我有非常急的事 你还没说完呢 怎么像成这样 我不管的确实 我有一个大笼子 咱子啊 大笼子 我跟你说过 要提防你 我跟你说过 要注意一点 我跟你说 他赔的钱也差不多够了呀 他还想怎么着啊 那就是我拆一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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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 反正给拆好了 呸 你怎么拆不了 你的人 他现在叫他 不好意思 我能告诉你吗 我拆了吧 你的人 你怎么拆了 你怎么拆了 我拆了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